各位路人家伊丙丁,大家好! 這集我們來談使用阿基米的原理求定土壤的體積 那今天如果給你一個火柴盒,要你求火柴盒的體積是多少? 你會想說這很簡單,就長層寬層高 那我就分別去兩側長寬高的尺寸,乘起來就是它的體積 沒有錯,但是如果今天我給你一個不規則形狀的物品,要你求它的體積 譬如說手錶,那你要怎麼樣去求呢? 那最早提出一個比較好解決方式的人叫做阿基米的 那他那時候是想要量測的是王冠的體積 但不管怎麼說,因為今天土壤它其實也是一個不規則形狀的物品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求 那阿基米的怎麼做呢? 它其實這個實驗非常簡單,容器裝滿了水 然後把你要測的東西丟進去就完成了 你會說,哇,老師那麼簡單,你還沒跟我講它的體積是多少? 對,這就是我們這一集要講的內容 就是講它這個要如何推導出你要求的物品體積嘛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實驗至少會有兩條守恆式 也就是實驗前和實驗後呢,它們的重量和體積都是不改變的 所以呢,W1加W2就要等於W3加W4嘛 然後體積守恆,也就是V1加V2要等於V3加V4 這邊我們要注意它有三個已知條件 首先呢,因為容器是你自己準備的 你應該要知道容器本身可以裝多少體積的水 再來第二個是,你要測定的物體的重量必須要是乙汁 通常這個不會太難,因為你可以透過乘重得到 但是呢,因為我們今天要測定的是乾土的體積 你在大自然中拿出來的土,通常裡面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水在裡面 所以呢,我們要先把它放進105度C的烤箱24個小時 把土裡面的水給蒸發掉 那剩下的就是乾土 然後我們再拿乾土去秤重 那最後一個已知條件就是水的密度 那這個我們可以查表得到 好,現在我們來看這兩條公式有哪些是已知數 首先裝滿水的容器,你可以去秤重得到W1是多少 那裡面如果裝土力的話呢,一樣可以秤重得到W3是多少 然後呢,這個土力的重量我們從烤箱拿出來以後一樣去秤重得到W2 接下來因為容器是已知條件 那在裝滿的情況下,裡面不管裝的是水還是有物體參在裡面 它的體積都一樣,所以V1等於V3就等於V 好,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重量守恒式 是不是就一條方程式求一個位置數W4 所以W4我們可以透過數學的推導得到它的值是多少 那我們又知道,土力丟進去後排出來的一定是水 然後密度等於重量儲商體積嘛 所以透過密度4我們又可以得到了V4的值是多少 所以V4也是一個推導出來的值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體積守恒式呢 現在是不是變成一條方程式求一個位置數 就是我們想要求的甘土體積V2 所以到此,阿基米德原理就達到他的目的了 好,那這個實驗做完以後呢,我們可以順便求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拿甘土的重量去除上甘土的體積 那這樣就得到了土力單位重 也就是寫作γS 然後我們再把γS去除上水的密度γW 就得到了土壤的比重 可以寫作GS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拜拜